盧州長安街人口密度高 停車位一位難求 年初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娥 曾到永康公園會刊 預計規劃地下三層的停車場 但一億多的建設經費 該從哪來 新北市交通局也很苦惱 我從長安街頭 一向一向一向問問問 三百幾乎那一棟大樓 我問他一向問 他們真的是很需要 所以這個部分 交通局長 你會看法 這個案件我們目前已經 在前瞻計畫 前瞻建設計畫 我們會提出 向行政會提出來爭取 路窮人是怕夢在主力論的身上 不敢怨在蔡英文的心胸 前瞻計畫八千八百億 我們新北市有這麼重大的建設 大家還拜不拜 一毛都不及 現在是大家情緒反抗 他才開始說要做修改修改 錢也是沒有著落 聽到要爭取前瞻建設經費 更是讓市議員李翁月娥大動肝火 質疑中央經費分配不公 有藍綠縣市之分 表示盧州人早就不敢奢望蔡政府 他甚至畫風一轉 認為去年底實施的一例一休 根本就是擾民 當場要求市長朱立倫表態 今年七月開始就要開罰了 我是一位說新北市的態度 一定要以輔導代替罰款 朱立倫強調會以輔導代替開罰 希望降低政策衝擊 至於新北市在前瞻建設經費 遭遇的困境 他也表示中央有計畫重新分配 市府還是會以民眾需求為優先 極力爭取 台報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